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鼓旋招它都设计得非常到位 弟弟哥的Vaya非常的棒 打现在对我来讲确实我还挺喜欢的 我比我还要一番 其实离树还很远 然后我就说不行了我要撞树了 然后就直接把我放倒在地上 意外可能就是没办法去避免 他们就说每天在拼命的 应该我不是第一个吧 应该我不是第一个 说我三十 三十岁一过的女人 还要在横店每天掉来掉去的打 遍体鳞伤 每天都受伤 可是他们从来不康幸啊 这么常就戴着他牙套 每天都传是牙血 就里头传满口是血 没有躺在医院 那个都不叫躺 就我很感恩他们的 敢这样子 甚至都愿意这样子 这也是 这也是 这样子 还烦 note 这也是 那是 就在那per 那是 了 不 优优优独播剧场 每一个场景我们都花很多时间 这么大的一个场景 我们的定位是怎么样拍一个不同的古装 非常难拍的地位 很多不同的困难会出现 美术组非常辛苦 美术组忽眠不休 没有一个戏是想死的 周期怎么长的不停在那里 其实大牢当时是用了 横店里的最大的一个棚建了最大的井 很大的山洞 很高 这是建筑就是两个多月 一层一层的很多桥 不通 四通八达的 好像一个米城 很大胆的一个棚 大棚里面再套小的 就是哪个角度都笔派 这井真的是一层层 美术要求好高 他们很辛苦建这个 是非常阴森恐怖 都会动那个楼 走那个楼梯的时候很害怕 因为真的晃 他们怎么能怀疑剧组的安全系数呢 那时候后来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很结实 就他们拍桥段的那个戏 锯那个桥 锯了八个小时 锯不断 很恐怖 果然是铁血大佬 但是其实拍出来那个感觉很好看 因为那种阴森的 恐怖的气氛在那个井里面能够很好的呈现出来 每个场景是棚垫附近一个地方一个很美的山洞 像人间仙境 地下宫殿的那种感觉 怎么可以这么牛一个棚 搭得这么美轮美奂 里头有血灵汁 而且有桥 有流水 这全是人造 我们定位在南宋 我就可以引进很多西方的东西 西域的东西 就跟中原可以分开 西域带过来的就是味道的东西 你看到很多权势的楼梨 那个场景真的很美 一开始就想菲林 只是我一直就想拍一个好好的菲林 他有一次去欧洲 看到一个墓地 那个墓碑不是整整齐齐的 你看的时候有历史感觉 那我说我们怎样可以做一个 类似欧洲这种 有点哀愁 有点破烂 可是好看 有点残缺的美 出来不错 我觉得是导演喜欢 他是不停的家常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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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